国安法的颁布 对维护香港的长治久安有着重要意义 坚持爱国者治港 天经地义 这是事关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事关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原则 我们海外侨胞坚决拥护 坚决支持 中国是法治国家 香港是法治社会 任何违法犯罪行为 也必然受到法律的承受 作为海外的侨胞 我们坚决抵制 并且坚决反对这类的行为 并且对于任何国家 组织和个人 以及任何方式干扰香港事务 干扰香港司法 出于政治目的的包庇 违法犯罪分子的 我们也将 连了所有能够联合的力量 发出海外侨胞的正义之声 香港的稳定和发展来之不易 正是国安法的即时颁布和实施 在前几天 两会通过了 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 就是为香港的奸来保驾呼喊 这也是民心所限的 我们在海外的侨胞 一定要组织爱国力量 来反击这分裂行为 香港的长期稳定和繁荣 是众叛所归 大势所趋 若继续幻想着 躺壁挡车 终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 我们旅居在海外的广大 华人华侨 坚决拥入香港国安法 我们呼吁 全球 华人华侨 一定要插两眼睛 一切不符合香港的 发展的 恶势力 都必须是 除恶不尽 绝不收然 领土足全是一个国家的根本第一 因此任何鼓吹 国家部分领土独立 侮辱国旗 甚至一些外国和境外势力 公然干预香港事务的分裂国家活动 都需要严厉受到依法处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